大家好,我是David,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今个秋季最终目的一些时尚联成合作 对 fashion 有兴趣的你一定要留意一下 因为这些合作很多都是非常多人抢 以及即将就开卖了 近期最大单的时尚新闻 就是 Callos 和 Unico 共同宣布的惊喜联成 是两大品牌自 2019 年再度攀手合作 今次是 Unico UT 的最新联成系列 9 月 8 星期五就正式上架 新系列包括 5 件 Unisex 成人服装 和 5 件童装 全部都是 Top 来的 每件都用了 Callos 代表性的经典人物 Companion 和 BFF 角色 当中有 3 件短袖 T-shirt 我想很多人会买 因为很便宜的 只是卖 99 元 我最喜欢就是粉红色 Graphic 这一件 前面胸口有同样 iconic 的 Callos XX logo 另外 背脚 蓝色 Graphic 这一件都很漂亮的换尾 黑色那件胸口有一大一射的公仔 XX logo 放在背脚位置 至于长袖衣就有两件都是用 T-shirt 的设计 不过要注意这两件衣衣都不是很厚 所以如果冬天你想靠它一件保暖就未必得了 但很便宜 都是 199 元 相信这个系列超级多人会抢了 另外 还有一本 Callos 的 Art Book 艺术 书籍有手 除书更加会附送限定的联成 单肩包一个 据我所知 这个袋的数量就非常有限 如果大家喜欢的就记得去抢 价钱 300 金属元 买两件 Callos XX 系列 产品 更加会随机赠送限量贴纸一角 一共有 3 款设计 看看你凑重哪一款 同日登场而且时尚圈已经期待已久的联成 属于 Sakai Crossover Carhartt W.I.P. 的 2023 秋冬系列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系列 1 月已经宣布了 而且如果你觉得穿工装着有点闷的话 可以不用担心了 这个系列被誉为工装的未来 让这部影片知道大家先 Sakai 的 Fall 2023 Collection 是启发自《星際啟示鲁》 Interstellar 电影的 Christopher Nolan 的一部电影 是我个人非常非常之喜欢的一部 那里面男主角 Cooper 最想穿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件 Carhartt 的 Jacket Carhartt Duck Detroit Jacket 今次系列可以说是完美邮合两大品牌的风格 过往 Sakai 令人经验的分层解构设计 我们在品牌和Dior Nike 合作都见过了 今次将它放在 Carhartt 一些比较粗矿的工装单物 又有另一番的新鲜感 特别上 Highlight 包括这一件外套 结合了 Carhartt 的工装灵魂 Duck Detroit Jacket 以及 Sakai 一向擅长 又戴军事元素的 MA1 Jacket 另外还有这件 又是有些工装风格的 有很多 Practical Pocket 但就以温柔的浅蓝色和针绩技术 呈现出来的一件外套 你看它的金色口 完全是滑龙点证 其他单物都非常之正 系列9月8日登陆Sky的官网和实体店 以及 Carhartt 的官网 早一日9月7日 在中環置地广场Below Ground 更加会有期间限定店开展 对我来说 一个好的联绳应该就是这样 不是说两个品牌 将个 Logo 加在一起 贴在单品上就算了 而是真的尝试融入两边不同的风格和文化 然后再带一些有趣的新单品出来 更加有趣的是 Sakai 在 Spring 2024 的 Fashion Show 都还有一些和 Carhartt 联成的产品登场 所以这次秋冬系列 只是两者合作的开端 期望之后见到更多这两个品牌的联成 作为一个时装精 又怎样可以忽视了香港的市场呢? 本地的品牌Initial 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联成企划 8月29号已经推出了 合作的对象 是你没看过都一定听过的 新世纪福音战士 想介绍它不单是因为Initial 来自香港 更加是因为 见到这个Lookbook 觉得很值得大家参考 以Eva 为灵感的服饰就见得多了 但是这13款单品 就真的算很具艺术气息 和挺型格 对比起很普通的 把一个角色印在T-shirt上面 以相对前卫的剪裁去呈现Eva 的服饰 似乎更加对得着这部画时代的作品 依次联成就是 启发自福音战士新剧长版的第二部 破 有很多不同的T-shirt 衣服和外套给大家选 非常多的细节位值得大家留意 例如这件黑色T-shirt 用了非常宽松的版型 你看到一些很夸张的车线位 令到衣服穿出来很立体 另外还有一件 用了一些夜光的效果 加在胸口的图案上 每件单品你去看了 都会发现 其实真的做得挺有心思的 要慢慢欣赏它的细节 除了它们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 香港本地的男装品牌值得留意呢? 之前我就拍了一段视频 讲这个题 记得之后去看看 至今我都不太听到 很多人讨论这个联成 但是如果你对一些 适合的设计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看看 Paul Smith Crossover Mulberry 的合作联成 两个很经典的英伦品牌 合体推出限量的手袋系列 主角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Murberry 经典 Anthony油猜袋 但是配合 Paul Smith Signature 的 调文织带 鲜艳的拼式 和Shadowstripe 压纹 为Murberry 的设计 重新注入活力 更加创造出两款全新的袋款 Anthony Clip 和Anthony Toad 平时Paul Smith 的袋款 这些衣服都是 Made in Spain 或者Made in Italy 但是今次系列的 一共十款袋款 全部都是Made in UK 在Murberry 在 Somerset 这个地方的厂房生产 Paul Smith 公开表明过 因为两个品牌成立的时间 相差不够一年 其实自七十年代 已经是一起成长 这个经历 令到两者 在创意和工艺打造上 有很类似的做法和特色 也都成就出今次的合作 想知道多些的话 就记得留意 这两个品牌的观望 连结我放在下面 9月4日 星期一就开卖 估计都是大家 最容易入手的一个乱城 我把它放在最后最后 因为其实 这个系列只是出了女装 但是很多的女装单品 都是比较宽阔 和很忠诚的 所以相信很多男士 都能够买来玩 这个其实就是 Unico 最新的设计师 联名系列 Unico C 这条新线 大家真的要看一看 先说一下 不论男女 都一定会用得到的 这个Round shoulder bag 夏天大卖的Unico 袋款 今次秋冬季 就迎来升级的版本 其实看过Texture 都知道了 今次是用 仿皮夹面料 而且是有四颗色 可以选择 见到Lookbook 里面 都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style 这个袋 其实今次Unico 是用英国的设计师 Claire Wade Keller 去打造这个全新系列 Unico C 她之前曾经 在Cluwe 和Givaij 做过艺术总监 实力是不用忽视的 她最擅长的 就是现代精致 简约风格 系列中有几件 oversize的外套 都挺吸精的 当中我很期待的就是 这件羊毛的 宽松外套 无论是正式的款 还是很明显的 都做得挺漂亮 版型网络也相当不错 Unico C系列 会在9月15日 星期五开卖 至于有下一个 和Unico合作的设计师 是谁呢? 大家拭目以待 你觉得哪个系列最吸引到你呢? 记得在下面留下你的comments 分享一下你的意见 如果不想错过其他更多 关于man's fashion的精彩内容 就记得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是David 我们在这两个平台再见 拜拜